大家要打坐的时候,没带到政法,不要乱动,不要这扳区啊,读买上啊,人买下啊,胡啊,习啊。 那么我今天,你们听也好,这是我的理解也不够全面。 那么我知道胡习两个字里什么意思? 胡为阳,习为阴。 胡是谁胡,习是谁习,那不是你后天的胡习。 胡也是弦天的习。 他只能胡,他不能习。 胡结田根,习结地根。 习是谁习啊?习不是我们这个胡习,也不是你要习。 那是田谷只剩,他领到田外之习,才能回来。 如果田谷只剩不为习,你那个胡,胡进必死。 胡习是不能降低的。 这是一个,那么田谷只剩能收。 他如果不能收的话,人十四无疑。 那么玉皇说过来嘛,那个台西经,玉皇主理很简单。 神在神中为神,神离神为私。 只有神气何以相处,才是正路。 那么谁来胡,谁来习。 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个胡习。 那么你睡着,一天一夜有三万六千席,那是一个席也不能收。 但人要是打坐,你平常里没有时间。 最好在三天以后,那么十一天到一天是自食,田凯。 那么一天到三天是自食,是地开。 三天到五天是饮食,万无俱生。 万无法生。 就在这个万无法生中间,少阳跟少阴正要转变的时候。 在这个时候入供。 你两个小时,三个小时,你能坐半个小时。 你能坐十五分钟。 那么在这有一刻之中,你变得好了。 这么一刻之中,能躲一年的气候。 那么你看看哪个要紧哪个不要紧。 就在一刻中间的时间,能躲一年的气候。 三百六十条的气候都能躲回来。 好。